编辑者的崛起,从电影世界到无尽未来。 故事背景 在一个平凡的现代世界中,李峰是一名年轻的城市设计师。 一天,他意外地发现自己拥有了一款名为世界编辑器的神秘系统。 这个系统能够让他穿越到各种电影世界中,收集资源,培养人才,制作模组,并将这些成果应用于建设自己的世界。 然而,李峰的系统在刚开始时功能并不完整,只能有限地进行基本的编辑操作。 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这些异世界中收集资源,扩展自己的能力,并最终打造一个理想中的世界。 故事情节 一,穿越初遇,电影世界的探索 故事开场,李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激活了,世界编辑器,系统,发现自己被传送到了一个模拟的电影世界中。 这是一个以动作片位主题的世界,城市中充斥着各种危险和动作场面。 李峰在这个世界中发现,系统的功能非常有限,无法直接进行高级的编辑和建设。 面对这样的情况,李峰决定首先探索这个世界,并寻找能够帮助自己提升系统功能的方法。 他开始收集这个世界中的资源,包括武器、科技、特殊技能等。 他还利用系统提供的基本功能,开始制作简单的模组,以便在未来的探索中使用。 二,猎场中的冒险,收集资源与培养人才。 在一次危险的冒险中,李峰遇到了一位名叫杰克的退役特种兵。 杰克在动作片世界中是一名实力强大的角色,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。 李峰利用系统的基础功能,成功地将杰克收录为自己的人才模组,并将他带回自己的世界。 杰克的加入大大提升了李峰的实力,他教会了李峰许多战斗技巧和生存技能。 李峰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意识到,除了收集资源,他还需要培养一些优秀的人才,这样才能在未来的世界建设中更具竞争力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李峰在电影世界中的冒险越来越频繁。 他逐渐探索了不同类型的电影世界,包括科幻片、奇幻片、历史片等。 在这些世界中,他收集到了各种珍贵的资源和技能,并将它们应用于自己的系统中,不断提升系统的功能。 3. 系统升级,从电影世界到自创世界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,李峰的系统功能逐渐完善。 他不仅能够收集更多的资源,还能够制作更高级的模组,甚至可以对自己的世界进行更大范围的编辑和建设。 他开始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,这个世界融合了他在各种电影世界中获得的元素,既有现代城市的繁华,也有奇幻世界的神秘。 在这个过程中,李峰还结识了来自不同世界的人物,包括各种英雄、智者、魔法师等。 他们的加入为李峰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和多样性。 李峰与这些人物共同合作,开展了许多有趣的活动和冒险,逐步完善了自己的世界。 4. 挑战与冲突,世界编辑者的试炼。 随着李峰的世界逐渐成型,他开始面临来自其他编辑者的挑战。 在这些挑战中,李峰不仅要应对来自外界的威胁,还要处理内部的矛盾和问题。 他需要动用自己在电影世界中获得的资源和技能,解决各种困难,保持世界的稳定和繁荣。 李峰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现,世界编辑者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。 每个编辑者都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完美的世界,而这种竞争有时会带来危险和威胁。 他需要学会如何平衡各种利益,并在这个复杂的竞争环境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。 5. 成功与未来,编辑者的终极目标。 经过一系列的挑战和冒险,李峰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美丽而繁荣的世界。 他的世界融合了各种电影世界的精华,既有科技的仙境,又有魔法的神秘,既有现实的繁华,又有奇幻的魅力。 李峰的努力得到了世界编辑者社群的认可,他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编辑者。 故事的结尾,李峰站在他所创造的世界的高处,俯瞰着他所建立的一切。 他感慨万千,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了很多道理,也让他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经验。 他知道,这只是他编辑者之路的开始,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和机遇等待着他。 李峰的故事告诉我们,只要我们敢于追求梦想,勇于挑战自我,就能够在充满困难的世界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。 无论面临多大的挑战,只要我们坚持不懈,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,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。